社長帶著大批員工對鏡頭深深一鞠躬 這段氣氛有點凝重的影片 在YouTube上竟然已經超過200萬次點閱 但到底為什麼要盜竊 原來都是泡麵帶來的文化衝擊 在巴西耕耘50多年的日本泡麵大廠 致力於創造出完美的拉麵 但到底什麼才是完美 巴西人和日本人的看法可能差很大 泡麵下水煮之前先捏碎 不在意煮麵的時間長短 煮過的麵湯直接倒掉 還會拿平底鍋把泡麵再炒一次 看在日本人眼裡不可置信的料理方式 其實才是巴西人心目中的完美泡麵 廣告中自由奔放的巴西市泡麵大獲全盛 讓致力於追求完美的社長也甘拜下風 雖然一切都是宣傳手段 但以文化衝擊為出發點 創意影片在網路上大受歡迎 靈活的宣傳方式也讓這家泡麵大廠 今年在巴西的銷售額再闖新高 三內新聞的網路報導 を買之下 幫 刻